早上起来太早了 从上海一出来的时候 我就在车上睡着了 现在在加善的服务区 身后加善服务区 该上厕所 该放风 粽子不是挺有名的 一会我们到服务区看看去 看看便利店也没有卖粽子 咱们买一个 香肠 粽子有吧 一尝看起来不错 玉米味的吗 有粽子吗 粽子有 这是肉的还是什么的 蛋黄肉多少钱 来个蛋黄肉的 蛋黄肉做 你烧我呀 好香啊 烤的焦焦的 咱不吃了 吃个肉粽行了 买了个肉粽解解馋 这肉粽比上海的卖的肉粽要小 小一倍 不是大一倍 要小一倍 咬不两口咱得上车了 在车上不太方便吃的 谢谢 请戴好口罩 请出示电汤码 排队有序记录 保持一米间距 运好就咬到蛋黄了 其实人比较密集 我在外面随便干点啥呢 特别说个话 对有人看 不是特别方便 就是因为你们说 你怎么到了上海 说话声音这么小呢 你说话声音这么小 都已经好多人盯着你了 你这大嗓门好嘞 就变成你的唱歌了 成年讲的了 走 司机师傅走了 我一直走 上了车也开始出发了 外面下雨了 越晒越大 指甲的东西 说话说话 说话说话 可以头部有很多打鼠 去年还认识吗 对 过年是了吧 不是这边 不是那边 我可以在这边 来 周围练整个身体 然后再两步 我到了安吉 看到安吉这边株林很多吧 这就是这里的特点 山清水秀天蓝 这边还有一个大别墅 我觉得这个房子建的这也蛮好的 好了 我到了 我跟大部队分开了 因为他们是徒步的 我身体的耐力不行 我肯定会掉队的 而且对我身体也不太利 你们也知道我比较虚 所以我就自己出去玩的 我就不跟他们徒步了 我现在已经到了安吉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左右 车子开的蛮快的 我自己就单独出来玩了 为什么他们徒步的人 都经常在外面徒步的 他们体能都比我强多了 你们也知道我平时身体比较虚 我如果跟着大队伍的话 我肯定会拖后腿 再加上我也根本跟不上 我现在的小体格 让我跑个100米 就是那种长跑 就不用是长 就是你跑个100米的话 我都坚持不了 我肯定就是上气不接下气了 而且身体有点虚的感觉 所以我就自己单独出来玩了 安吉这个地方蛮好的 竹林也蛮多的 我前面全都是山一座挨着一座 我现在在什么地方 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们 因为我还没找到 这边也下雨 这边空气特别好 山也多 所以说好多徒步的人 会选择 上海的喜欢徒步的人 会选择在浙江这边徒步 他们就走野路爬山 很有哈气 说明今天蛮冷的 空气特别好 我旁边又是果园 然后道路两旁还种了香菜 这地方你在马路边拔个菜什么的 跟东北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面积也挺大的 哪能种菜真挺好 你看这地上种的都是香菜 今天下过雨 这香菜长得真好 特别水的 家里缺点啥 你可以拔两颗 前面还有菠菜 前面那个地方还有菠菜 这个是橘子树 反正它是果树 应该 啥树也不知道 这应该是茶叶 下面那个 下面那个小矮科的应该是茶叶 这有些东西我也不敢确定 我猜的应该是 那边还有广越兰 广越兰花也开了 看这家挂的腊肉 在车子那边 一排腊肉 腊猪肉还有腊鸡 安吉这边空气真好 养分含量好高 你在这深深吸一口气 就感觉肺都被清洗过了似的 好舒服 六里路到梅花坑 行就当徒步了 就在那个镇的地方 镇的地方 就直接从那条路走是吧 往这个手走 往左手走到时候 上面一个小桥 在前面分叉路口就往左走吗 对 谢谢 知道了 好嘞 小狗狗跑了 谢谢阿姨 阿姨问我中午有没有地方吃饭 让我去他家吃饭 太热情了 我觉得我出门 就经常会遇到 好心的阿姨 还有什么的 这真是出门就遇贵人 告我梅花坑 还有六里路 还是六公里 我说我就当锻炼身体了 在这锻炼身体也蛮好的 你说有几个人在外面走路 阿姨会让你去他家吃饭 很少 看我命多好 我今天一个人要去梅花坑 刚刚阿姨说了 梅花坑那里边没有吃的 我没去过 我对那不太了解 所以他说让我去他家吃饭 我说我不要了 我带了饭 出来徒步的人都养成一个习惯 会带痴子的 就是有备无患 徒步都是走野路的 你真的想吃点啥 你真买不着 这山上全是花 我看这花就傻眼了 你看这山上粉色的 全是花 也不知道是桃花什么花 应该不是桃花 应该是樱花 粉色的多好看 然后下面会有吸水 吸水的声音 多安静 就喜欢浙江山 别管浙江还是江苏 我特别喜欢来这种 村子里边或者是山脚下 这里边的村民特别的淳朴 还很热情 都很善良的 特别好 有的时候你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话 他们会主动跟我说话的 好热情 这家房子不错 我觉得安吉这边 房子建的都不错 你看后面那个 就是一栋别墅 若若在山脚下 气气派派的 他们说往左转 是不是这条路往左转的 但是这没有指示牌 梅花坑 这边没有指示牌 凭我的直觉 应该是往这边走 看看有没有工作人员 王屋小店 本店香烟一到 我猜应该是这里 直走 不用问了 错就错 跟着感觉走 这小店也没人 同坑村 应该是这里 这门上写的中国大梅海 肯定是这里了 梅花坑以前是收费的 但是现在是免费的了 其实徒步都是有两个目的的 一是锻炼身体 二是年轻人单身 有可能会找到对象 你没看我来的时候车上人说的 他们是起这个目的的 特别是徒步很累的时候 互相打把手 你拉我一把 我拉一把 然后你照顾我一下 我照顾你一下 如果单身的话 照顾 有可能就有机会了 说不准 万一对眼了 对吧 他们起这个作用 对吧 对吧 对吧